这个部分红色我要做标注的话 那我刚刚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动作 就可以把它换个颜色了 就是图层管理员点下去之后 我刚刚就在这边新增一个图层 比如说我新增一个图层之后呢 我就打一个R R enter之后这边换个颜色而已 那将来就把 我要改变的那个线段换成不一样的图层就好 比如说我R G G G是绿色 比如说这边的话 再给他一个绿色的 绿色在这里 OK按个确定 那不就会有个绿色的图层 对不对 这边请你按打勾 跟以色友很像 以色友里面有打勾 打勾之后这个图层 跟这一样 这个是预设图层 这个预设图层 我们把它恢复原来的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就会多一个这个图层 那当然你将来要换颜色也是OK的 好了之后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图层 管理员把它关闭起来 那如果说你今天 你希望把这个 换一个图层 比如说换成我刚刚新增这个图层的话 我就先选这个线段 然后呢 这边点下去 就会出现图层嘛 把它点下去 哎线段就改变了 改变完之后的话 按个空白键 哎就可以了 再把按个空白键跳开了 或者把按Escape跳开就可以 那你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换不一样颜色 那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是顺便讲一下有关图层管理员的使用方式 那有关这一题 我们先画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来 DEnter 115Enter 空白键一下 重复画原指令 然后DEnter 25Enter OK好了之后的话 接下来在里面多边形 记得找到多边形 他问你几边 6Enter 然后呢 中心点先选一下 就是这个圆的中心点 然后选一下内阶 往右边方向的四分点点一下 再来的话呢 请各位把这个是 这个多边形做一个什么 镜色 这边镜色 镜色的 镜色的话会有一个它的基准的线 所以你这边的话 选物件选这个 空白键 他问你说这个镜色线 因为镜色一定要是一条线 跟照镜子一样 左边右边 所以呢 我镜色第一点是从这边 第二点是从到这边 然后按空白键 他问你要不要删除原来的物件 当然选择No 不然的话另外一边就会被删掉 那我刚刚讲过就是 我们要做的就是三点 这一点跟这一点 还有这个切点 形成第一个圆 一样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形成另外一个圆 好那我们来试试看 我刚刚讲过 因为我绘制里面有圆 再次